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CLM 城市生活报的城市热搜新闻 今天是4月21号 最近大家会很高兴的 因为天下雨了 好天空落水 因为中南部 中南部很多的水库都没水汽 旱象这样这么明显 还好昨天今天下点雨 而且这一次下了雨 好像中部不少了 南部应该也有多多少少 那水库应该有进账了 所以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那我们今天一样分享 10则的热搜新闻 跟各位观众来分享 首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 美国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大厂 那这个大厂大家都很关注 为什么因为它 股价冲得很上很快 但是昨天美国的这个股市 结果特斯拉股价下刹9.75% 哇这刹得很大 所以很多人一夜致富就一夜的 哇输很多 所以投资股票 大家可能要多多的一个分析 所有状况 不然你看啊 你现在买到特斯拉股价上下刹9.75% 哇很可能会倾家探长 哇但是没关系啦 有跌也很可能也有账啦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则呢 第二则是韩国 最近为什么韩国大家会很注意呢 因为韩国一直对于那种冲突中的那种国家 他们都保持一种中立 你不需要这样 呃就是卷进卷进那个战争 所以他对于俄罗斯 呃那个入侵那个乌克兰 一直都没有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但是呢 美国啦 美国现在因为美国是带头呃 对那个挺污制裁俄罗斯的 所以他现在施压给那个韩国 叫他说你一定要武器的援助那个乌克兰 啊让那个韩国这很左右为难 啊现在呢 呃韩国就就说啦 他如果说要军援那个乌克兰呢 要取决于俄罗斯 啊俄罗斯如果说他一直就是 入侵而且他的装备越来越越越越越杀人 越来越厉害的话 可能他们就真的会听美国的话啊 援助乌克兰 好战争都不是好事啊 其实你知道韩国为什么不为什么会担心乌克兰 因为台湾就在他的旁边啊 呃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地域冲突的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哎 哎这一个是高嘉瑜高嘉瑜呢 呃说啦说那个呃民进党他们那个民进党的士林士林区的那个立委选举啊有两个一个是王志坚跟啊那个何志伟这两个监委之争呢啊闹得非常的大 啊从开始要要初选呢到现在的每天啊昨天啊已经确定了王世坚小胜那个何志伟啊所以说啊确定王世坚就是代表那个民进党出来那个选啊 啊士林北投的那个立委那结果呢高嘉瑜说了一句话他祝贺那个王世坚啊就说他是斩妖除魔的真正男主汉 哇这句话不是在说什么啊啊你知道吗斩妖除魔那这个人斩妖除魔这个对象是谁何志伟 哇何志伟真的你知道他一个年纪轻轻选上的他可以补选选上立委真的不得了啊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稍微赶一下那个金汤匙的正二代出来 因为爸爸什么人呢他母啊薛灵薛灵嫁给这个陈胜头所以陈胜头跟薛灵的儿子就是何志伟啊你知道吗他选上其实也不能说他完完全全是正二代啦 因为他也是还有点啊这种服务当地的乡亲还还算不错啦 那这一次呢哇小苏王世坚这王世坚其实他的人气啊哇从以前跳海以后啊从人气从很低到现在变得很高不得了不得了好我们就继续再看下去 这一则呢大家会可能有比较陌生就是有常常上网的人呃才会知道有一个叫做imgur就是ingur ingur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上传的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呢他跟其他空间不大一样就是你要上传一个空间上去呃上传一些图片啊或者他不用账号不用注册不用密码啊不不不不就是不用账呃那个实名字好了 不用登记那个账号啦所以呢哇很多传传上去的那个影片哦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一些老司机啊什么老司机其实这个这个老司机这这这这一个名词啊有点在在指那种 比较接色情色罗络内容的人啊那这些人呢很多的那种比较比较限制级的影片影片这个图片呢都会把他丢上去那这一个imgur就有已经有有点啊就说五月份开始他要清查清查他们的这些内容如果说是有色情罗络的内容的话可能就会清除掉了哎 为什么因为这个部分如果说不做一些政策这样出来的话很可能呃政府啊或是他主管机关啊就会出手了所以还是企业要有一点自律啦OK 再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是什么大脚心这大脚心的大家可能很陌生不会啦这大脚心其实就是啊我们新冠大家都忍了三年啊这运作了三年痛苦了三年好不容易把口罩什么那个那个都把它甩掉了以后哇好像新冠病毒还不歇还不休息耶印度呢 现在的新冠病毒已经有变种变种变种一种叫做XXBB.1.16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其实他很多的症状呢跟我们的Omicron啊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有特殊的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大脚心那这大脚心发源于印度哇发源于印度就可不能讲可怕那其实也有有点可怕啦那已经传到了 呃马来西亚啊传到了新加坡哇现在呢台湾又进来最近最近好像拦截了十一十一例哇其实我们的指挥中心好像五月份五四五月份就要把那个新冠病毒的那个等级啊传染病的等级要把从中五级降到四级啊啊 那现在已经叫大家疫情已经到了后疫情时代了那现在又多了出哇这种变异病毒喔拜托拜托不要在那个现在喔我市面上很多那个店面生意真的不好做啦啊我跟妳讲刚要起步复苏的时候不要这个又过来乱好希望天佑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的天佑世界喔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哇最近大家都很很注意一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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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声音如果你有看那个影片的人就会听到那个一个人这样下来开了拿了一条一个可以是冲锋枪对了一个当铺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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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扩散出来 大家都说你看新北市的治安多么差 因为侯友宜他很可能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 这几天他又到因为市政考察问题 所以他到了新加坡去 结果你看好死不死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么大的治安案件 那你那轰了51枪就在土城新北市 那今天呢哇你看民进党的那市议员一致排开 专门你马那个侯友宜啊 你看嘛你为了要拼你总统的话 你看你治安都败坏成这种地步 给你看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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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jn congress 所以哇你选总统不容易啦 很容易被骂没有事都可以被骂 真的是有事的 祖宗十八代都可以把你抓出来 何况你知道在你的辖区管内呢 我跟你讲你你又被轰了51枪 我跟你講這五十一槍不是轟在那個店面了 可能轟到侯友宜啊 好 這個等紅遠魚回來再好好的來處理 欸有啦有啦他有視訊這樣子處理 好來我們再來看下面一則 下面一則跟我們第一則的新聞有點類似 就是特斯拉的股價下跌 他下跌其實不只是他毛利下降20% 還有今天最近不是這一兩天 他有一家公司就是馬斯克還有一家公司叫做Space Ecos 這個是專門要做那個帶人類去上太空的 所以他造的一個叫做星劍 星劍飛船 是史上最大的火箭 他就是要跟人上去太空的 哎呀結果他在昨天發射五分鐘以後 砰 我讓大家看一下 火箭失敗啦 當然啦 失敗為成功他媽媽 所以其實所有公司的話越做越那個就應該會越好 那但是呢 星劍飛船呢 雖然他還有一段的很大的路要走 大家對於說火箭這樣爆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啦 反正就是在進步嘛對不對 可是呢 特斯拉的股價就 砰砰砰就又跌了 你看所以投資者真的心臟要強 任何有關的相 你買特斯拉的股票 可能會因為SpaceX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毛利下降的問題 我看又要跌了好 再來我們下一則就是 這個我們台灣有一家叫中國人壽 不是大陸的中國人壽 改名叫做凱基人壽 這個是這個新聞大家知道不要以為說 你以後你是那個中國人壽的那個客戶呢 怎麼以後你的保單什麼東西都變成凱基人壽 他正式跟名要跟名成 中國人壽跟名成凱基人壽 那這樣子中國人壽出來講 所有的保護的權利義務都不改變 好這個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囉 好再來我們再來講一則這個政治新聞 這政治新聞的話跟演藝圈 傳播界裡面的一個資深的人物 叫做余美人 余美人宣布 19號宣布 參戰那個中 中正萬華區的立委 你看本來以為喔 他會是代表民眾黨 出來去選 結果他說我是萬州選一黨 就是五黨籍啦 他就出來選萬華 中正萬華的立委 他選這一區其實還是蠻有道理的 因為在民進黨 不是民進黨 這是以前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的林長佐就是這一區的 可是林長佐在在在 他忽然宣布不選了 他不選這一區了 所以呢把這一區一趟出來 國民黨 民進黨就 蠢蠢欲動 像那個國民黨呢 有個鍾小平 一個郭昭炎 也想要出來代表國民黨 那民進黨呢 現在很 民進黨內部就會徵召提名 但是還沒有確定是誰啦 到底是 嚴 那個什麼 嚴 嚴 嚴聖冠 是到底是嚴聖冠呢 還是劉耀仁呢 還是什麼劉沛毅啊 這些都是民進黨可能口袋裡面要徵召出來的人 哇最近就丟一個那個 宇美人 宇美人就丟一個爆炸的炸彈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宇美人他有全國知名度 啊他其實萬華 中正萬華區呢 又比較特殊就是啊他的一些能夠接受的那種 理念可能會比較廣 所以宇美人在那邊 你知道他只要五六萬票 五六萬票他就上了 那大家在分析的時候就是因為之前 之前那個 黃珊珊 黃珊珊在這區裡面 拿到八萬多票啦 那這些票應該來講 宇美人只要承接了五到六萬票 哇他就贏了 所以喔 這個不能小看 宇美人 好 再來最後一個呢 哇最後一個 三家要搞啊 就是現在 今年如果沒有論二月的 農曆如果沒有論二月的時候 就已經是三月了 三月的時候就開始就是 瘋媽祖 因為在這時候 滾農曆的三月好多的媽祖都會出來 落盡的像之前白沙屯媽祖落盡 那這這一次呢 大甲媽祖 大甲鎮南宮的媽祖呢 在二十一號晚上 前天 前天才那種一千多人的那個 騎馬宴啊不對啊 不是騎馬宴 是起駕宴 人家把那個起駕的 上面那個家把他拿掉變成起駕宴 不對啦 起駕宴 就是在宣布 大甲正人公公的媽祖呢 九天八夜 開始要繞盡 會從台中啦 彰化啦 雲林家園 繞了一圈 那這樣子整個好像二十五號 二十五號會到那個叫做那個什麼 鳳天宮 OK 繞盡這樣子一共三百四十公里 真的是好欽佩 這些香燈角 香燈角要怎麼說 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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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他們真的是很虔誠耶 就跟著走跟著走耶 所以咧 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寺廟都是 陽善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心裡靜一脫又可以陽善 也是一個很好的事 所以說三月份要來的時候那個媽祖就要出巡 大甲正人公的媽祖 九天八夜 今天二十一號晚上開始起駕 好 各位多多參與 好 今天我們的新聞就大致到現在 謝謝各位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囉